《新年年度逸象》 今年的年度逸象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在前几天北京有一个姐妹 她花了一个信息 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有一些感触 她说什么呢 她说 在现在的时代里边 能活着就是幸福 当然他们是看到很多环境 就像刚才钟立所说的 环境当中有许多的灾难 许多人其实是落在各样的艰困之中 这个地水火风 地震 水灾 火灾 台风 还有瘟疫 种种的状况 使人活着都不容易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不仅仅是要活着 而且要活好 我最近常常说 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 说活着不是人生的目的 活好才是人生的目的 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活得好呢 就要掌握神的应许 活出生命的价值来 刚才我在台下忽然间 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因为这里边也牵涉到我自己的软弱吧 就是钟立在读我们教会的异象的时候 我忽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感觉上帝在等候 我们有一群人把这个异象实践出来 而我自己是不太有推广 或者是鼓励这样的一种热情式的激动力 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够使得 这样的意象能够显明出来 如果人能够在这个异象里 我们这个人人经十字架进天国 与主同坐宝座 我们选出神的爱来 然后我们把天国的福音确实传出去 我们活在上帝的旨意里 就一定会使我们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让我们可以得胜 得荣 得赏 最近的热门话题就是奥运 奥林匹克其实有很多圣经里面的话 是用奥林匹克的比赛作为背景的 例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 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今天日本正在举行马拉松赛 今天上午结束了 有人就是得到奖赏 其实这个奥林匹克它的根基 它的背景就是从那里来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重点 叫得着奖赏 得着奖赏是一件使人快乐的事情 不只是自己 就是一家人 特别是一些做父亲的 那么他们因着儿女得到奖牌 得到奖赏 那么说这是父亲节最好的礼物 我刚刚说台湾只有台湾是把这个节日作为父亲节的 也只有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要借着奥运的奥运当中的一些父子的互动关系 让我们来分享一点点关于天父给我们的恩典 或者是天父给我们的引导 从奖牌选手他们的亲子互动来谈起 我们看到那些得奖牌的选手 不仅仅他们得名得利 他们的全家人都因此得到很大的祝福 那甚至于让他们不仅生活改善 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像林云如他的母亲 可以早早的退休 当然他们相信说因为这个孩子很有成就 那么将来也许这个孩子拍广告 赚的钱要比他母亲在学校里面做老师要好太多了 当然一方面也是爱儿子 一方面想要陪伴他 另外一面其实 如果我们在一个合适的方式里面得到奖赏 那么确实也就是使得家人都一起享受荣耀 甚至于不只是一个人 这个全家甚至于整个国家都一起欢喜 因为这种共同的荣耀感是会使人快乐的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127篇第三节到第五节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奖赏赏赐 这个赏赐就是因为儿女有成就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剑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这种富因子荣 这是上帝他给我们的一些应许 那么在以赛亚书第49章的一开始第二节说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 他将我藏在剑袋之中 这个经文和这个诗篇127篇的经文是相对应的 然后第三节说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儿子 儿子做仆人 我必因你的荣耀 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连结点 就是父因子得荣耀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也是说 如今我让你得到荣耀了 这个父因子得荣耀这件事情 在这一次的奥运比赛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这种亲人在平常的时候去给予资源 给予这个鼓励 那当然对这个比赛的人 对生活当中的人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种鼓励 支持鼓励 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种类型 像这几个得奖牌的父亲 那有些他们的鼓励方式 也许当下会让这个受鼓励受激励的人会觉得受不了吧 好比我们那个 那个就羽毛球的 男子羽毛球的金牌的 那个有一个叫李扬 那我们看到有报道说 他爸爸曾经说 你根本不是这个料子 那这种是不是一种反面的说法吗 还有那个跆拳道的得到铜牌的那个女孩子 叫什么叫黄晓文 那个黄晓文嘛 拳击 拳击的 那这就是一个 这个手背上有很多刺青的 其实那个刺青都是他父亲的 他父亲 他与他父亲连结的一些互动的方式 因为他父亲曾经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经历 就做过几次老 然后这个在女儿的鼓励底下 这个黄晓文说他不能选择他的出身 但是能够选择他的人生 所以他得奖以后我们也看到他父亲非常快乐 他父亲给他手上做了很多的刺青 也成为他们的鼓励 我要说的意思是说 其实人世间很多的亲情 其实都不是一种形式 有些形式在当下 在有一些人当下的感觉也许不好 但是感觉好不好 就是当事人他一种人格或者一种决定 你愿意感觉好 可应该那个就会变成好的事情 圣经一个非常奇妙的原则 在这个时代会越来越清楚 就是所有的一切是按照我们的信 按照我们的感觉来我们成全的 你认为好 那么渐渐他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些不一样的父亲 给儿女的这个不一样的 该怎么讲呢 互动方式 那么对于儿女有些时候就变成打击 就变成甚至变成伤害 会不会是这样呢 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 借着这个奥运的事情 借着这个父子情的互动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父亲和儿子 父亲和儿女之间的情感 它有很多时候 是会比母亲与儿女之间 有更复杂更多元的样式 母亲大概 这个非常大非常高的比例 都是无限的爱嘛 那父亲就 这个中国人有些时候要要求父亲做严妇 有些时候要要求这个父亲做慈妇 那到底是严呢 还是慈呢 这个我跟师母在看 看一个日本的戏剧 那个日本戏剧好像叫做最低限度的健康文化 好像搞不清楚 我们这刚好看到 那看到其中有一套戏 有一集没有看完 就是说一个儿子 被他很有成就的父亲 吓得他不敢见他的父亲 甚至于想要自杀的那种情况 那有些父子之间的情感 其实不见得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你手上有讲义的话 我就写着这个问题存在着 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意涵之一 就是神儿子的身份的认同 以及建立 这话大家了解 我们是神的儿子 因着耶稣基督得到神儿子的身份 但是这个 有儿子是与天父有关系的 所以与天父的关系 就是基督信仰 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基石 但是天父和人间的父亲 有些时候会有角色的重复 或者是冲突的混乱 应该意思明白吧 因为我常常听到 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就跟我求助 或者是表达他的为难 因为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很不好 因此当我们在敬拜天父的时候 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 敬拜天父 感谢天父的时候 他建立不起那种好的父亲形象来 因此就没有办法与天父产生非常美好的连结 所以对于一些亲子关系不够理想的基督徒 更容易构成观念以及体验上面的困难 在这个节日 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或者过去的经验里边 有好的理想的亲情互动 与父子之间有好的亲情互动 那当然是很值得感恩 但是在教会里边不是只有这样的人 有些人其实他们的过程 他们的成长过程会比较不一样 那么其实他们在这个亲子的关系里边 并没有好的记忆 并没有好的感觉 那这个上帝是公平的 有一些人如果说 好像做父亲的 也会有很伤心的吧 因为他的儿女不听话 或者儿女给他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么这个做儿女的 也会有很委屈的 那么像这种情形 当我们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 我们似乎是只顾到那些 只鼓励到那些 他亲子关系还不错的人 那么对于有一些 讲得形容一点 就是在暗夜里边哭泣 他亲子的记忆 或者感觉不好的人 有些时候 我们就会在节日的进行当中 就会忽略掉了 这不是最好的情况 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救恩是公平的 我们要如何来看待 这种形形色色的不一样的亲子关系 那如何去正确地去认识到人间的父子 父女之间的情感 然后去建立与天父的好的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分享的题目 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 基书仆人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这里的以及不在这里的 所有能够听到这信息的肢体 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因为你与天父的关系是如此的美好 你要给我们做榜样 也给我们开一条路 使我们无论是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若是在亲子关系不够清晰 不够准确 或者不够理想的 都能够应着你的话 应着主的道的缘故 使我们能够进到恩典当中 进到你的旨意里边 进到天父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可以享受任何一种不同的父子关系 让我们可以从人间各样的父子关系里 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 仆人知道这样的盼望 有一定的困难度 求你就管理仆人的口 让我们口里所说的 心里所想的 能够让所有需要得到你恩典的 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彼此传递的恰当合宜 让讲的听的同的益处 求你怜悯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说的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个要完全这句话 这包括着两方面的意义 我们常说 你们要完全是一面是命令 一面也是应许 天父要 如果我们要完全 不要完全的话 违抗天父的命令 如果不能完全的话 那天父就开 主就开空头支票了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是能够完全的 而这个父子的关系 天父和天父完全一样 当主耶稣讲这句话 我还是再说一次 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父与子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也相信 也希望所有的父子关系 包括我们与天父的关系 都能完全美好 至于至善 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这段经文 其实我是按着原来 曾经有的计划 是想要在这里 把这个以赛亚书讲完 那刚好按着顺序 是应该讲到四十九章 那我就借用这一章 这一章讲到天父 以及在二十三节所说的 猎王必作你的养父 所以我们讲这个天父 以及养父 这其中也包括着 亲生的父亲的定义 是什么 那这是我们想要分享的 那么给大家的讲义 我们把它分成三段 就维护的心 维护的心 其实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成长的基督徒 应该要有的人生目标 那养父的因 是因为什么 所以我们要去认识 什么叫做养父 心和因加起来就是恩 我们认识天父的恩典 对于在人生 以及永恒里边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蒙恩 更加的得胜 那么借用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讲到笑华天父的样式 因为上帝造人 是按照他的什么 形象和样式造的 形象是指着内在 而这个 对不起 形象是指着外在的形象 而样式是指着内在的本质 那我们是要笑华天父的样式 所以在二十二节 以赛亚书二十二节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向列国举手 向万民树立大旗 他们必将你的儿女的 从将你的种子 他们必将你的种子 怀中抱来 怀中抱来是非常珍惜的样式 把你的种女肩上扛来 这个你是指着神的家 我想再等一下 我们会比较细的讲 就是在这一段 用这一节经文来讲一讲 为父的心 然后在四十九章的二十三节 列王必做你的养父 王后必做你的如母 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 并填你脚上的尘土 这个有一个比较奇特的 冲突对照的一些经文的语意 很奇特 就是列王或者王后 当然是世界上的尊荣的人 代表着世界的权柄 代表着 其实也象征在世界上 一切的有影响力 包括环境在内 那么成为养父 成为如母 就是会如养我们的 但是后一段话 却说他们脸伏地向你下拜 并填你脚上的尘土 这个相当奇特 而且强烈的对比 那么这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总而言之 借着这样的话 我们要来认识人间的亲情 到底人间的亲情 其实人间的亲情很难完全 这个再怎么好 仍然会有缺憾 那么天父是要让我们 尽到完全 像子于至善 所以怎样才能够 从不完全的一些现象里边 去看到完全的 救恩 完全的恩典 这是我们要思想的 所以这里边我字都打错了 不管了 这个总而言之 我要用24节25节 和大家讲到说 进到天国的荣耀 那么这个关键的点 是要和大家讨论 其实在地上 我们有好的亲子关系 有生养之恩 那么其实人间都是一个 怎么说都是一个过程 像这一两天 我特别有一个很强烈的内在感动 我觉得应该已经渐渐可以到达一种生活状态 就是把人生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了 那这当然是很多人曾经说过的一些心情态度 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其实无论你活得长 活得短 活得怎么样 都是一个过程 人间的许许多多的互动方式 它都要让我们理解永恒的事情 所以这个理解是一面 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怎样活好 活好就是应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关系 上帝给我们的资源 使我们进到美好的状态里 这是生养之恩的意义以及应用 我这个做得很努力 但是这个常常还是出各样的错 不管了 所以我们讲到说笑话天赋的样式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这句话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人生要有目标 但是像天赋完全一样 这就必须要有一种为父的形式 天赋 他说叫做天赋 就是特别在标明了说 这种为父的形式 对不对 其实人间无论是有自己肉身所生的父母亲 肉身所生的儿女 或是我们 有些人他成为栽培后进的 比方说在事业单位里边 他去帮助了很好的帮助年轻人 或者在学校里边去教了很好的学生 其实这都是有父亲形象的形象和意义的存在 总而言之 以前蒋介石讲的一句话 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 祭祈的生命 对不对 那其实也就是人的价值到后来就是要去成全人 所以这就是神儿女的最高目标 我再清楚地说一次 就是生命如果又小 那是一回事 渐渐成长了 它的价值在哪里 意义是什么 就是要去帮助人 无论我们姐妹也好 弟兄也好 姐妹就是女弟兄 弟兄就是男姐妹 这个在天国无男也无女 其实不要太被这个所谓的男与女来作为 来刻板式的把我们的人生限制住了 而是要知道说 其实人生到后来最高的目标 最好的意义和价值 就是去栽培后进 就是去做人 成全人 是不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 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 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这个保罗他讲这句话 一方面是说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是有为父的心 另一方面他要求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效法他 效法他什么呢 可以说效法他的生活 效法他的信仰 效法他的忠心 但是也可以把它连接在一个点上面 就是我有为父的心 你要效法我为父的心 这是明白吗 所以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以后所书五章一节也是保罗所说的话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几节经文讲到效法 那就是我们要效法神 这个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就要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该做的事情 就是要有父亲的形象和样式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首先讨论的 就是我们需要去理解效法神的样式 但是神是怎样呢 我们说神是道 神是光 神是爱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个神是灵 其实他告诉我们说神本身是 不在于他的形象 不在于他的肉身 就像我们也知道 我们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的身体是让灵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器皿 很好的器具 我们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 那么如果神是灵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认识他呢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个表明有一个意义可以这样去做理解 其实神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表达 就是如何让神的存在 这个无形无体的神的存在 他显明出来 有一个方式就是敬拜 当我在这个地方敬拜神 非常虔诚的敬拜 我们一起在称颂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所发挥出来的能量 或者所带给人的感动 就让人知道神在这里 我们如果作为神的儿子 我们有一个儿子的心 那么人们看不看得见父亲 他们都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儿子正在敬拜他 正在思念他的父亲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很有教养 那么他的性格种种很好 我们常常会很容易联想到 他父亲的教育 教育得很成功 对吗 所以其实这个表明出来 就是我们以神儿子的方式 生活着就把神表明出来了 所以要效法神的样式 其实更多的并不是去 去做一些形象 做一些东西来表达 而是要去明白天父的心意 这个天父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因为神造他的一切 许许多多的儿女们 其实神造所有的人 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儿女呢 因为每一个儿女 他就像有一些父母亲 他生几个孩子 那几个孩子生下来以后 有很奇妙的 他们都有父母亲的遗传 但各自遗传不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有很多的神的儿子 用不同的方式 来表明神的存在 表明父神的存在 加在一起的时候 越多越丰富 神的形象 神的样式 神的存在就更加的明显 所以我们如何去笑话 天父的样式呢 这个天父就是让我们有 维护的心 然后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常常说的经文 这个世界会把人的想象 人的能力 把人的境界压低 所以我们要去心意更新而变化 其实一个人人生的成就 或者是人生他会活得有价值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思想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 我也跟你们做见证的说 其实我自己知道 到如今这样的年龄 我的心思意念 仍然每天在更新变化 如果我们不能够更新变化 活着就没有意义了 而活着更新变化有一个方向 就是要让我们察验 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神是好的 神是纯净的 而神是让人快乐的 所以在约翰福 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的第二十七节说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们离我们个人不远 这里讲到察验和揣摩 当我们努力的去察验 然后用尽各样的方式 去试图努力的去 想要了解神的心意 那么渐渐我们就能够得到启示 得到引导 就能够越来越认识神了 所以认识神有很多种方式 有很多形象 但是维护的心 是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明确的一个环节 或者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主教导 我们的祷告文来祷告 那么第一句话就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其实这个父亲的形象 是天父要让我们去理解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或者一种意义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 十一节到十三节 这里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 求鱼还给他蛇当作鱼吃的呢 求鸡蛋还给他鲜吃呢 当然没有了 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 无论是怎样好的父亲都不够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的 基本上已经算是不错的父亲了 对吧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这相对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那第十一节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你们天上的父亲 岂不更拿 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这里边在马太福音讲的 或者这个路加福音讲求圣灵 那马太福音讲求好东西 其实要知道说真正的好的 它却是一种属灵的意义的 但是这种 如何去求好的呢 求得到 以至于因着我们向天父求 就能够得到天父给我们的好的祝福呢 其实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二节 这个叫做黄金律 今天也在提醒一下 这是非常非常具体 而且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十二节说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这里边是说到 求的方式就是给 你想要得到什么 就给出去什么 这个房金律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在路加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说 方有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只是想要和弟兄姊妹 特别强调的这个点 就是天父的心 为父的心 有一个很相对而言 相当具体的意义就是给 好父亲就是给儿女的 当然给 他会要求 会等候一个动作叫做求 因为求与给 如果说对方没有求白白的给 有些时候这种互动连结不起来 这个接受的人也不懂得去感恩 所以这个祷告 或是祈求 祈求的就必得着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理 那么总之我们今天 从今天所读的经文 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二十二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向列国举起举手 向万民树立大旗 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 将你的众女肩上带来 这里边讲到的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心意 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渐渐地有维护的心的话 那有些时候 有些人他自己已经有人可以去服事了 有些人可以爱 有些人可以成全 但是或许有一些人 他自己因为上帝良给他的特别的人生 所需要去服事 需要去帮助的人在哪里 谁才是我们讲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 谁才是他要去成全的对象 帮助的对象呢 有些时候是不太容易去寻找的 自己去找未必能够得到好的 而这里有一个意义 就是上帝愿意把 愿意把我们可以去成全的人 或者是可以借着来寻求 来学习做父亲的这样一个对象 怀中抱来 肩上扛来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十三节 说猎王必做你的养父 王后必做你的乳母 那么下面那一句话 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补充 其实这个讲猎王 讲王后 当然很基本的就讲到世界的政权 或者世界的系统 我们讲世界 希腊文叫Cosmos那句话 就是世界的体系 这个世界有世界的制度 世界的体系 一切的环境 包括政权 包括气象 包括地水火风 种种的情形 其实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世界的现象 我们今天先这么说吧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说 人是天生什么 地养的 是整个的世界 对我们而言 都带着养父的意义 在一些环境当中 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真正我们的生命的根源 是从神来的 而一切我们所面对的环境 种种 其实都是 都算是人间的 都算是 都可以用养父 或者是乳母 来作为我们的连接思想 那么生父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讲到养父的因 这就是因缘 这个人 我们常常会说 这个父子母子一场 夫妻一场 其实都是缘分嘛 上帝借着种种的情形 让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 而这个亲子的缘分 其实是要认识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 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27篇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我特别把这个所赐的两个字 把它把它这个盖掉 原因是原文没有 原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儿女所有的儿女 都是神的 都是神的产业 那么我们如果说 我们得到了儿女呢 许多人在过去的时代 常常父母 儿女都 父母亲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私产 儿女在这样的文化里边 也常常觉得说 自己就是属于这个肉身 所生的父母亲的 这个并没有不好 那个时代的那样的文化 那样的传统并没有不好 但是在这个时代越来越 这样的感觉越来越稀薄了 哪一个人如果还想把自己的儿女 当作自己的产业 从前的儿女是可以卖的 现在你可不可以卖 这个想要靠养儿防老 恐怕都不是很容易 所以整个世界正在渐渐的 渐渐的变化 包括整个物理 整个科学 整个种种情形都在变化 使我们其实比较好的去理解的话 就是说观念可以越来越正确 所以我们如果所有的 知道说所有的做父母亲的 没有哪一个是真正的 去得到这个教育儿女的 这样学位 再来自己再来做父母亲的 每一个人都是在学习着 所以我们常说 这个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如果我们要有一种 彼此尊敬的心 要有一种彼此正确的看待的心 那么当儿女幼小的时候 当然要去管教了 但是那是责任 但是渐渐成长以后 其实要认识到 其实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属神的 所以在马太福音 第23章的第8节以下 这段经文你们可以帮我念下吗 但你们不要 只有一位你们的夫子 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只有你们是你们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 也不要受 只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 就是基督 你看中间谁伟大 只有这一位 要作为你们的佣人 把十高的地将会飞 是这辈的地生会大 这段经文 其实常常会带给一些弟兄姊妹 一些困扰 因为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 我明明有父亲 你不要叫他爸爸 那要叫什么呢 然后我们明明应该尊师重道 却不要尊称父亲 这种话如果说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心意的话 那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感觉错误 在人间有人间该扮演的角色 但是人所有的人都不要妄自尊大 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 其实降为卑的就升为高 至高的必降为卑 那我们彼此在神的家里边是扁平式的 只有一位天父 我们在名婚上面做老师 做学生 做父亲 做子女 其实在上帝的面前 都是弟兄姐妹 这个观念 如果我们能够通得过的话 那我们彼此相待 就会比较恰当 那么这个也就会使得 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让儿女 知道唯有一位是他的父 那么他就会一生不把重量 不把目标 不把期待都放在这个肉身的不完全的护心身上 那当我们彼此相待 在有一些瑕疵 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理解 或者比较容易处理 而且他知道有天赋 他会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帮不到他的时候 他也自己会去求助 而且也会得到帮助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说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什么 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个让我们知道 其实只有一位父亲 而我们在真理 在永恒的概念底下 彼此都是弟兄姐妹 但是这样会不会使得 这个次序乱掉 这样会不会使得 这个父不父 子不子 君不君 臣不臣呢 弄得人和人之间的亲情都没有人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人如果对 人如果有敬天敬神 他对所有的关系 像我们常常和弟兄们分享的 对所有的人都敬重 更何况对我们是有情 有义 有恩的 声扬我们的人 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如果真认识天父 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不会变不好 有些时候因为不认识天父 不认识神的缘故 所以人就对付出情感 就会想要从付出情感的对象 取得一些回馈 取得一些报答 那么当得不到的时候 他们心就会怎样 就失望 就会怨爱 对不对 而有一些人 他是被情感勒索的 被这个 被以这个关系来要求要挟 如果我们没有连接到永恒的神上面去 一切的关系 靠着人与人之间来彼此维系 都会很艰难 我说到这里 大家理解吗 相对的 如果我们有天父的存在 那么我们敬损 就会爱人 就会敬重每一个关系 就会感恩 常常说的 其实感恩就是 使我们能够幸福 能够这个蒙恩 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感恩不能够勉强要求他的 感恩只能够让这个人 认识神的作为 那么知道 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 父母亲要求儿女的时候 可以要求得来就要求吧 常常要求到一定的程度 儿女底边都积存着很多的 不甘心不愿意 那如果给她的是天父的主意 上帝的启示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 以乎所书四章的四到六节 其实前面的几节 一到三节是这么说 请帮我念一下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招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招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那么这一段经文 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样可以 人与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 不仅仅是父子的关系 母子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一切以恩慈相待 那么就会使得 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好 这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当我们面对人间 有种种不一样的 父子关系的时候 在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九节说 在者我们有生身之父 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怎样 敬重他 何况万灵之父 其实敬重父亲 是因为我们敬重我们的天父 敬重父亲 其实是尊敬自己 那么对于 这个生身之父的管教 下面就说 这个第十节说 生身的父都是 战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叫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我想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作为肉身的父亲 在儿女幼小的时候 那么当然要给他做榜样 要给他做合适的约束 也要给他这个一定的管教 所以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原师之舵 三字经就告诉我们 养了就是要教的 但是任何一个做教导的人 像我们在这些年间 就站在一个做教导的职份上面 常常需要自己提醒自己 也需要彼此提醒 没有谁是真知道 完全知道了 以后再来教人的 都是七岁的带六岁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叫做分享 也刚才读到约翰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所说的 不要有一个人受这个 尸尊的称呼 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 把自己的知识 或者是把自己的位分 过度的扩大 那么有些时候 就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 就会夸大其词 就会明明没有那么行 没有那么懂 就要装得 装得好像很权威 或者是很绝对性 其实这种都是不必要的 也是不科学 不真实的做法 我想说的意思是这样 人都是站随即 教导儿女的 我们现在做父母亲的教导儿女 像现在的父母亲 其实像钟立刚刚所说的 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因为儿女可以从很多方面 去得到她的 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 她从哪里得到什么知识 你根本这个防不胜防 一点都不知道 从前因为人生活很简单 所以一个小孩子 她的生活空间 所有的一切你都知道 现在没有办法了 而像我们这样的年龄 特别有感觉 像现在有很多山西用品 我们就不会用 都必须要靠儿女来 甚至于越小的 她还越灵光 所以其实这个世代的改变 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承认 我们都是学做父母亲的 我们是站在这个角色上面 最好给的榜样 是什么样的榜样 谦卑的榜样 给的榜样是敬重的榜样 我们对儿女有敬重 那么儿女对父母亲 当然也应该要有 这个尊崇天父的旨意 这样的做法 所以以赴所书的第六章 就说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主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话 如果不是在主里的话 是被强迫的 如果是在主里的话 它就有一种 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然后第二节第三节 合在一起欢迎说 要叫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做儿女的 要得福就要孝敬 那第四节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不要惹儿女的气 其实就是说 不要使得儿女丧志 不要使得儿女 她的心气被打击了 应该是这样理解 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要这里看到的说 其实我们认识 我们在地上的亲子关系 是上帝给我们彼此的缘分 彼此有敬重的立场 然后就可以彼此有美好的互动 有些时候把自己做父母心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观念和知识 像我父亲以前讲一句话 因为我的祖母 有一天跟我的父亲吵架 争吵了以后 我的祖母就跟他讲说 我会生你 难道会比你不懂吗 我父亲就跟他讲说 那这么说的话 我不如你 我的儿女不如我 一代一代到后来 所有的都变成傻瓜了 所以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位分 各自有各自的环境 那其实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生养我们的资源 都是我们应该要感恩的 所以感恩 感谢天父的恩 天父看不到 我们就要感谢天父 给我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人生有很多很多 看来是缺憾的事情 他就会得到成全 缺憾是用我们的信 用我们的心去成全的 在这段话告诉我们 这个二十三节说的 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 并填你脚上的尘土 这种相对的话 是告诉我们说 儿女会以父母为荣了 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真正的 得到上帝的启示和帮助 生命能够丰富到一定的程度 就要去反扑 就要去回馈 回馈给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 有权有味的人 我们先从这样的方式来理解 比较简单 然后第二十四节说 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 该奴隶的岂能解救吗 这个该奴隶的那个该原文 其实是义人 但是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 再多讲一点 总而言之 有些时候我们会在环境当中 被各样的条件 或者各样的环境 例如一场病 就把许多人的努力 就把许多人的努力 就统统打回原形了 就打消了 或者是说 有些时候 我们会为了别人 给我们的定罪定义 使得我们自己觉得说 我们这样的人还可以活吗 人生很多价值 是在环境当中 会被破坏掉的 那二十五节说 但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勇士所奴隶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 也可以解救 简单一句话 就是曾经失去的 如果我们在对的环境当中 上帝会补还 会补偿 甚至会使他更好 所以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相争 我也要拯救你的儿女 我们借用这一段话 来和弟兄姊妹说的 就是什么 就是上帝 他会使得 我们曾经失去的 或者以为不好的 得到完全的补偿 那么这一页是 这个以赛亚四十九章的 纲要 我们就不讲了 总之 我们今天 要和弟兄姊妹 借用四十九章的一段话 十四节到十七节 喜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 妇人焉能忘记 他此乃的婴孩 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 好 首先 我们先和弟兄姊妹说 其实刚才 在讲四篇 二十三 我们的奇应经文 四篇一百二十八篇 第五节说 愿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 从耶路撒冷 愿你一生一世 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 那我就和弟兄姊妹 先这么说吧 其实传统的信仰里边 对西安的认识 是有点偏差的 以至于我们不太容易应用得好 耶路撒冷和西安 是不一样的定义 耶路撒冷是指神的家 而西安是指着万邦万国 这个诗篇八十七篇 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万邦万国 或其他不一样的形式 一样是认识 这位独一的真神 像有很多 这个很多现代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该怎么讲 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 他们都很清楚地认识到 神的意义 只是他们的诠释的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 而活出来的样式 活出来的目标 或者是活出来的实质的表现 不见得比普遍的基督徒还差 当然基督信仰是非常非常 独一的奇妙的信仰 这是我需要让大家知道的 只有一个最高的目标 就是基督 没有其他更高的 这我可以很坦然地和大家讲 但是习安的信仰 他是告诉我们说 这世界上所有的追求真理 追求真实的人 都可以用这样来定义他 那么总之 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上 觉得没有神的存在 但上帝是说 其实他是把所有人 都铭记在他的心里 十六节十七节看 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 你的强缘在我的眼前 这掌上就是 我们讲掌上明珠 就是捧在手心那样 那强缘就是成为他的宝负 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 毁坏你的 使你荒废的 都必离你出去 我们用这段经文和大家来说明什么呢 说明上帝对于所有的人的心意 都是预备着最好 而且一定会成为好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看一些的事情 如果我们看为不好 那会使我们的信心下沉 所以我们讲这个缺陷的成全 神儿女要知道 一切 主耶稣给我们一再的保证和说明 就按着什么 按着我们的信 来为我们成就 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我们的信心 如果不是那么扎实 不是那么真实 上帝会使我们因着有缺陷的缘故 使我们不得不 使信心丰富起来 坚强起来 我讲的意思大家明白吗 就像饥饿 你才会有饱足的快乐感 就是曾经有缺乏爱 在被爱的时候 才会感受到爱的可贵 有些人 这个痴密过多 给他爱太多了 他会觉得烦 给他粮食太多了 他会觉得说 这个被好像填鸭子那样的甜 反而会很不舒服 甚至于连身体都会坏掉 对吧 所以其实上帝让我们的人生 是常常会产生一个现象的 就有缺陷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一定需要经过 许许多多的缺憾 遗憾不足 那才能够使我们的信心 渐渐地增长起来 也会让我们知道 有哪些事情是值得去珍惜的 所以在还没有的时候 就是要使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 这样说可以理解吧 我们是的 我们在很多时候会觉得 我们人生当中 有这个不足 那个不足 但是我们信心可以满足 我们相信上帝所给我们的 每一件事情 对我们而言都是好的 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当信心渐渐丰富起来的时候 其实到达一定的程度 我们所盼望的就能够得着了 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 再用两处的经文 和大家做一个结论 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八节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如果你是被上帝的旨意 扶着付造的人 你应该要晓得一件事情 我们的晓得就成为我们的实践 而这个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人 是要知道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 我们刚刚讲到效法 效法神 效法天父 其实做儿子的时候 要效法儿子的样式 渐渐成长了 要效法为父的心 要有为父的心 效法天父的样式 这样说 可以明白吗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我想我们要得到神的荣耀 那么在罗马书八章的十六节到二十节 请二十一节 请帮我读来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就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与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植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服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的 乃是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想跟大家两处经文所讲的就是 其实一切的 曾经的缺乏 一切的外在的现象 在这里所讲的受造之物 服在虚空的权势底下 种种都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件一件事情 叫做荣耀 现在我们讲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他们是 因着肉体身体 身体有比别人优越的这种表现 而得到外在的虚幅的荣耀 我们所要的是 生命里边有丰丰富的神的爱 神的道 神的荣光存在 这种信心 信心会发挥极大的能量的 当我们按着我们的思想 如果你们愿意去看一些书 我曾经推荐给你们像无量之王那样的书 其实可以去看一看 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正在向我们启示 说一切的虚空 要等到神的荣耀显现出来 而神的荣耀从哪里显现呢 从神的儿子里面 神的儿子的荣耀 长成的时候 就会渐渐的有父的形象 和父的荣耀 所以我们讲 父的荣耀的体现 就是神儿女信心的成就 外在的生活 生活上面的种种 那真的不是最 首先不是最重要的目标 而当我们里面渐渐充足了 其实外面这些事情 渐渐就会满足起来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讲的这个信息呢 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 主耶稣说 你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 这是说到要认识万有都同归于一 那么格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 第四章的十七节说 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其实这个关键点就是要我们更多更多地去思想 天上的事情 生命的事情 不要把眼目过多地停在世界上的事情 世界上的事情一定会经历缺陷 一定会经历困难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 其实两个主题 两个主题跟大家讲得清楚一点 对于人间的亲情 有的比较理想 有的不是那么理想 人间的父子或者是一切的情感 甚至有的会让人觉得受苦 但是无论哪一种 他如果透过永恒的光 永恒的启示 永恒的眼目来看 用正确的理解和态度 来彼此相待 那么就会理解到 其实每一种形式的亲情 包括比较好的 比较理想的 比较不理想 比较温和的 或者比较剧烈的 种种的情形 每一种亲情的形态 都会有它的价值 以及意义 所以我们不必太过度地 去执着人间的亲情 有什么样的 就珍惜怎么样的 那面对什么 都要求上帝 给我们合适的理解 那么有正确的理解 就能够像第一句话 你们帮我读一下来 体会并珍惜 人间一亲情的恩义 恩典以及他的义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们对神的儿女而言 我们应该知道 并且要去承认 真正做父亲 真正唯一的父亲 就是什么 天父 我们同有一位父亲 然后要努力地 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 借着主的救恩 让我们与天父 建立起最好的 而且最坚实的 最坚定的关系 建立这个关系 就要认识 而且进入 天上父亲的心意里边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利得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 认识天父的 主要的意义 这样的话 经过艰难一点的人生历程 其实人生没有不艰难的 像我们这样 渐渐地顺 渐渐地 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以后 渐渐觉得顺了以后 我们看着后面走的人 有些时候会觉得很疼惜 但是人间的艰难 真的就是要做成信心 以及什么 生命的荣耀 这一点我们要去认识 那我们认识这个 就会进到什么呢 进到丰盛的荣耀当中 这是耶稣实之下的道 耶稣定实之下 受许多的艰难 才做成永远的荣耀 不是这样吗 我们的教会的意向说 人人经实之下 进天国 然后呢 是个从父神领受荣耀冠冕的教会 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事情 好 那么我们感谢珍惜地上的亲情 透过地上的亲情 来更多更多地认识上帝的爱 上帝完全的爱 这是我们的彼此的勉励 好吗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 仆人把自己和弟兄姊妹 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 常常就觉得 言语是何等的有限 无法把你的旨意 借着言语表达得清楚 只有恳求圣灵保费师 亲自来向每一个人说 每一个人听得懂 需要听的话 求你把启示放在我们里边 也把生命的力量 放在每一个人里面 让我们无论在这个 看起来艰难的环境当中 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都能够越来越有坚定的信心 使得我们里边因着信心 所生发出来的盼望 爱以及荣耀 能够越来越丰富 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